1994年领悟这首歌唱出男女心中的情商 让疗伤歌后新晓芹一气爆红 其实歌词写的是她的故事 我是出自一个 怎么讲就单纯对一个好歌手的 respect这样 她说我是李宗盛 请你转告新晓芹 说我实在太喜欢她唱歌了 后来就不一段时间 她就透过中间的朋友来跟我约了 说要见面谈一谈 那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讲说 你一定非得去见 这一通电话打乱了新晓芹原来的计划 在李宗盛的强力说服下 她加入滚石唱片 但之后李宗盛就休息一整年 在回来的时候 她丢了这首歌给新晓芹 多么痛的领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就跟我讲小琪这个对不起 真的让你等这么久 可是这首歌不会红 她自己说不会红吗 我这眼睛看着她 当然我是面无表情 可是我心里头已经量了一半了 你知道吗 我就说不会红 好 那我还要唱吗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打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